我所接觸的不少的民眾是真的還蠻希望 就是這個時候政治跟政治人物可以稍微退位 就像我講這個國民黨的生存現在是一個關鍵 那麼這個黨的生存與未來的發展 真的是必須要靠更多的人幫忙 每一個人不分年齡不分職業不分區域都來幫忙 這個黨才有可能繼續生存下去 那所以我想說我們幾個斜槓中年才決定 在自己的這個能力範圍之內盡量來幫 義務的來幫這個黨包括治古也好 包括其他方面希望能夠來幫到這個黨未來的發展跟生存 我不太確定現在黨中央的策略是什麼 這個我必須跟你說實話 不過我個人觀察是因為現在好不容易疫情比較緩和一點 當然我們也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意外 希望沒有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想是不是其實很多人 希望能夠把更多的精力來修復或者是恢復元氣 因為畢竟在這個瘟疫蔓延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都受到傷害那不只是生病的人 也包含很多這個企業倒閉了 或者是說經營遇到困難 也很多的年輕人失業 中年人也失業 我想這一票的這個民眾 大家都希望就是說是不是這個時候政治可以稍微退位 讓大家比較專注一點在怎麼樣的去彌補 我們所所遭到的損失 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是現在 我個人來講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 而不是這樣政治上的這些運作 國民黨有做這個民調然後有發現高達五成的民眾 就是在大反球會去投票 那目前國民黨內部有做什麼樣的討論嗎 這一點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能必須要麻煩您去問一下 黨中有關組織跟這個高雄市政府方面 但我所接觸的不少的民眾是真的還蠻希望 就是這個時候政治跟政治人物可以稍微退位 讓這些受傷的民眾不管是在工作上也好 生活上也好 身體上受到傷害的這些民眾 有一個機會能夠復原 讓大家休養生息 不要再用政治的立場來 政治的這些事物來干擾這個整個經濟跟社會的運作 生產鏈的中斷 消費的減少 還有整個全球疫情 這個目前為止也還沒有完全回復的這種情況下 其實生活真的都很辛苦 所以我當然知道這個民進黨不太願意 可是我還是覺得發現金 對一般民眾 特別是受到傷害的民眾來講 是比較有直接的效果 因為很多年輕人你這個 必須要每個月繳這個卡費 卡債對不對 也有很多年輕人 如果是外漂的青年 他必須要繳自己的房租 所以你這個在沒有工作的情況之下 或者說收入減少的情況下 你用coupon券也好 你用其他這種零零鐘那種方法 不見得有辦法即時幫到這些朋友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政府因為比較偉大 所以他沒有看到這些人的需求